大家好,歡迎收看LiveGuard的頻道 今天要教學的是富士XT4的相機貼膜 選用的是MADB烏太黑 那我們所需要的工具會有清潔用品 毛刷以及擦拭布跟50%的酒精 還有熱風槍以及我們隨機附贈的鑷子跟刮刀 開始貼膜之前我們要確認機身上的灰塵都已經清除乾淨 因為XT4包膜會包含到眼罩後側 所以因此要將眼罩拆除 按壓眼罩的左右兩側,機殼將眼罩拆除 拆除後我們就開始進行機身的貼膜 貼膜時對齊複式的LOGO 貼膜時對齊複式的LOGO 細節處可以使用鑷子輔助凝貼 細節處可以使用鑷子輔助凝貼 接下來我們貼機身的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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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對齊白一點的部分 再將磨料穿進撥桿中 可使用刮刀將細節處貼起 確認頂面都已經對齊且貼貼完成 接下來就可以陸續地將邊角收邊 接下來是機身的右側 機身右側先將磨料套進開關的撥桿 接下來將磨料對位黏貼 使用刮刀將底面脂泡先刮出來 接下來就是陸續收邊 用紙腹將磨料下壓 前緣使用這張磨料 前緣使用這張磨料將前旋鈕的磨料覆蓋住 鑰匙使用刮刀將邊角抹去後邊 將側邊的下壓 機頂完工後接下來是後側的部分 將磨料對齊在下壓 將磨料對齊按鍵粉位 將磨料對齊按鍵粉位 將鍵粉對齊後陸續將包邊下壓 對齊後陸續將包邊下壓 接下來是基底的部分 基底我們需要對齊的是腳架孔 跟電池倉蓋以及把手接點的蓋子 將它對齊後磨料放下 請先確認好這些孔位是否對齊之後 再將這個平面下壓貼緊 確認貼完之後我們就可以依序地將邊角收邊 將齒邊條先貼齊後 用前緣的部分將它蓋過 這樣子磨料比較不容易翹起 整體完成後接下來我們可以使用鑷子 將其他的零件依序貼上 機身部分完成後接下來是蒙皮的部位 那我從機身的左側開始黏貼 對齊其鏡框的內圓 側面的I-O孔的部分 我們可以將它用鑷子挑起後黏貼 接下來是鏡頭蓋的部分 以及鏡頭卡口的外框 那我們對齊其鏡頭釋放裡面的區域 將磨料沿著鏡頭卡口邊緣貼上 確認整圈都貼齊之後 將磨料陸續的下壓 接下來是握把部分 握把部分我們先連貼的是這張小張的上部 那上部對齊這個握把的邊緣 沿著上方連貼 邊緣如果有一些翹起 這時候我們可以使用熱風槍 將它稍微加熱 這樣即可輕易的讓它貼上 接下來的部分是握把的分體 那我們對齊內圓 將磨料貼上 此時注意將握把這個邊角 先壓滾之後 再加塗料上拉 瘦邊 再來是記憶卡蓋 對齊中間的開孔之後 黏貼 再來是機身的後側 這個我們對齊中間有一個燈號的點的部分 我們先將右側的磨料先下壓 那再順勢將這個下面的這塊凸起 將它壓進去 再將上方的磨料上壓 確認都服貼後 我們再將這個磨料向內側 然後對齊 雲盤孔位 將邊緣手邊 再來是翻轉螢幕的樞紐 使用紙幅將磨料推進 使用紙幅將磨料推進 或是用刮刀將磨料塞進縫 最後是翻轉螢幕的部分 我們先將螢幕先起 然後將磨料的長方孔對齊 確認孔位都對齊後 先將這一面貼齊 接下來呢 將這個磨料向上對齊 那確認整張磨料左右是對齊 那我們就可以依序將磨料下壓 收邊 務必確定一個邊都已經先貼完之後 再進行下一邊的按壓 最後將螢幕翻過來之後 將多餘的邊角收邊 那機身還會剩下剩餘的一些按鍵的部分 我們再用鑷子黏貼上 蒙皮部分貼完後 接下來是透明的部分 那分別是機頂的這三個轉盤 用鑷子將磨料輕輕的失效 對齊圓孔後黏貼 此時我們可以使用刮刀 將氣泡依序的趕出 確保裡面沒有氣泡的殘留 接下來的兩個轉盤也是用一樣的方法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F-T4的全肢包膜 過了 去看看 還有陳腥子在不思議 那是